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蔬菜是 秋天种植的蔬菜,直到春天都能吃的蔬菜 首先是菠菜,春天吃点肥,几长春雨下来 你们看它长得很好 接下来是长菜苔的青菜 再下来就是芥菜 那现在它已经开始抽苔了 我主要是把它拿来做成新鲜的咸菜 再下来就是牛皮菜 它是非常好的粗纤维菜 你把下面一层剥了以后,它上面又结了 在弄荡之心的时候是把它拿来喂猪的 就是它的学名叫菌达菜 这个菜可以吃到六月底 大概到了六月底以后它就开花了 如果你们还想吃的话就把上面的花苔给拔掉 它就从旁边就发很多小的那种嫩芽一样的 和菜苔差不多 嗯,也可以试试 这下来就是雪里红 雪里红和芥菜都是属于十字花科的植物 它们微微有点苦 但是它们的话就是抽苔以后 把它拿来就是盐揽一下 切成粒呀 不是炒肉末呀 炒毛豆啊 都是不错的 还有就是水芹菜 香菜 葱蒜等等的很多 然后我们把这些就是秋天种下的菜 春天把它吃了以后 正好就接上种茄子 还有瓜类的菜和西红柿等等的菜了 所以我是强烈的推荐 秋天的时候种这些蔬菜 这是去年十月中旬播种的播菜 第一次的播种失败了 被四五只老鼠翻了一个底朝天 第二次盖了一个网子 发压的还不错 不过刚开始 后面会更好 总之是朋友送的 他在Home Depot买的 冬天过了 在没有任何的房复下面 它们生存下来了 四月初大概二号左右 我把它们移入了收获 萝卜后空下的菜床中 二十天以后了 它们长得还不错 但是松鼠又来翻了 我加了一个围栏 接下来几长春雨 它们像蛋飞一样的 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现在已经长了一英尺都高 虽然这么高一点都不老 我把它采来做汤 怀着青草微带甘甜 你们看看旁边的香菜 开始抽台了 但是新的香菜 我三月份播种的 已经长得还不错了 接下来我会把这个香菜 爬掉 然后重新再种上新的香菜 到了七月底 八月的时候香菜停止生产 因为八月份很热 九月底的时候 我会重新再播种一批 今天是三月九号 初春纽约的天气 还非常的寒冷 最后一场雪还没有溶化 这是我邻居家的后院 年轻人不会种菜 那我就来种种了 两家人共同分享 先在地里留下来的是 没吃完的芥菜 别动它 四月初 我会把它们清理后 集中到一块 翻松施肥过的土地里面 这块地里的小菜苗 也别动它 四月初 我同样会集中到一块地里面 这些小菜苗是朋友送的种子 它可是 脆嫩清甜的菜苔 它是我的最爱 你们看 角落里的雪还没有溶化 四月初 这块地就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与菠菜相同 四月初 我把小菜苗移到了这块空底 二十五天左右 就长成了这个样子了 四月底 绵绵的春雨 菜苔进入了收获的季节 我已经收获了好几次了 简单的种子 春雨的助力 不停的收获 这是芥菜 大的开始抽台了 我可以用这些来做泡菜 和四川人喜欢吃的冲菜 进入五月 母亲节 纽约的春天才算真正的到来 气温回稳 我进入了浓忙的季节 茄子 辣椒 西红柿 黄瓜 就要登场了 视频到这里结束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